今天买了离鸡肉 来做一个孩子们喜欢吃的猪排 这个重量是600克 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待会儿绞肉的时候还比较简单一点 切好以后放进绞肉机 里面再放入10克的炼好的猪油 让熟的猪油猪排吃起来更香 把离鸡肉打成肉末 嚼好以后放进盆里 里面放入5克的食盐 15克的棉白糖 20克生抽 两个鸡蛋清 10克玉米淀粉 用筷子进行搅拌 如果用筷子很费力搅拌 可以像我这样 先抓拌均匀 再进行搅拌 搅拌至像这样肉泥 黏黏糊糊的比较抱团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像这样的盖子 这个家庭里面一般都会有 这要是食品用的盖子就可以 刷干净之后上面没有水迹 里面铺上一张保鲜膜 取适量的肉泥放进盖子里面 用手按压 一直按压平整 厚度呢在一公分 做出来的厚度不要太厚 看着表面比较平整 然后再倒扣过来 再揭开保鲜膜 这样一个生配的猪排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放进油纸上面 做好以后可以让它一个一个的落起来 这样一次性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冷冻 中间用油纸磕开 这样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像这样拿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这个是冷冻了一个晚上的猪排 吃的时候可以提前拿中的几段 看一下冻的嘎嘎小 电饼窗提前预热刷油 把几段好的猪排放入平底锅 煎的时候要先翻面 一面煎至金黄 翻面再煎至另一面 这样早餐想吃肉的时候 就非常的简单省事 喜欢吃紫然的上面可以撒上紫然 可以切成小块 这样做的猪排口感特别满 自己在家里做的干净又有营养 家里的孩子都特别喜欢 如果您也喜欢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看我的视频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